那么有了面的这个 以及我们对平面图 所谓的那个面的根本特征 了解了以后 欧拉给了我们一个特别漂亮的公式 许多公式 欧拉给我们这两个公式 前面那个公式 是不是就握手钉里那个公式 那个就挺漂亮了吧 所有的顶点的度数整合等于啥 编的二倍是吧 再来看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这样 欧拉最早怎么开始研究平面图的呢 它是从突多面体开始研究的 你们谁能马上给我一个 特别简洁的突多面体的定义呢 学没学过 这几盒里学没学过 那咱就看 这是不是突多面体啊 这个是不是啊 里边倒上水以后是不是啊 倒上水以后尤其是 不是吧 倒上水没满 是挖进一块啊 挖进去一个面啊 那个水面 水平面不就是那啥了吗 挖进去了吗 是吧 但是这个因为它是个圆的 很不好说是多面体 那接下来突多面体怎么定义啊 是用连线还是用面 突多面体 然后我们用面就这么一放 这是不是突多面体啊 你就把这个面放到这个上面以后 把黑板当它的面 然后其他所有的面都怎么呢 都在这一侧 任何一个面 把那个面给它延展以后 是不是其他的面都在一侧啊 如果是突的那个水面 是不是就不行了 挖作面体 那个就不行了 是吧 所以这叫突多面体的定义 那接下来马上 怎么就出来了平面图了呢 你看把这一个面这么一拉长 那些顶点往上一按 是不是就是一个平面图啊 一定是平面图吧 对突多面体来说 所以就这么 欧拉给的这个很漂亮的公式 也跟二有关系 又简单又漂亮 假设呢 G这是一个PQ图 简单说的话 就是具有F个面的PQ图 咱可以说如果G有F个面 那么P-Q加F就等于2 还是试得简单吧 就把平面图里边的 这三个重要的度量关系 有多少面 有多少钉点 有多少边 用一个钻数里边 不大不小的这个2 就把这个特征给缠住 然后看一下 怎么证明这个定理呢 PQF具备这个关系 你脑子里现在有没有什么 稀有的结论 跟这个式的很 直接的相关联啊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我们用数学归纳法 对谁进行归纳啊 PQ任意的是吧 面 刚才我们分析过了 面跟谁有关系啊 一个面都跟若干边 围成它的这个边有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对谁进行归纳啊 对F 对F归纳的话呢 上来我们先看一下 归纳的取点 F等于1的时候 我说显然成立 为啥呀 F等于1是啥呀 一个面不就是竖吗 没有圈是吧 那好了 那是啥呀 我们这个要 这么来定这个的话呢 少了一个条件 要正它了 你看 是PQ连通图 实际上呢 你不说连通 那就是证明起来 费点劲 要分情况一说而已 是吧 要一说PQ连通图 这个结论要好正义 F等于1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数 无圈 连通不就是数吗 数有啥特点啊 你看P减Q 加上F 是不是等于2啊 这成立了 第二种 那么我们就假设 这有F个面的 没有F减一个面吧 假设 对F减一个面的 叫PQ连通图 这个结论成立 我们现在要证明 对于F个面的是吧 简单的是呀 我们就设 既有F加一个面 F个面 既有F个面 接下来 归纳法的精髓 就是把归纳假设 用起来 是吧 我就不细说了 我给你把这个 示意 一示意 你就知道了 有F个面 刚才说了 每个面 是个啥玩意 是一个圈吗 内部没有边 那个圈 是个圈 把这个圈破坏掉 怎么破坏了 求生成术的时候 去一条边就破坏了 F个面 随便找个面 也就是说 这个里边 我们讲的是 F大一等二 因为我们归纳了 起点是F等于一了 是吧 F大一等二 就一定有个内部面 这些话你都要说 有个内部面 内部面去掉一条边 这个面就变成 F减一个面了 而这F减一个面 满足这个公式 你在想 去那个面的时候 是打去的 去掉一条边 去掉了一个面 而这个P减Q 加F等于2 去掉一条边 去掉一个面 那这式子 当然成立了 是吧 那只不过 这一块地方 我让你们 还要回去 用语言补充 写一写 这就是这个 定理的证明 有了这个 欧拉的这个定理 我们一会儿 再分析分析 平面图 有什么特征 然后根据 这个欧拉定理 再根据这个特征 一下子就能得到 一系列的结论 这一系列结论 使得我们对 认清什么是平面图 包括将来设计算法 怎么判定图的平面 是不是平面图 这个都特别有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来分析 梳理 找到这个特征 实在咱们也不用背 来看一下 首先看平面图 这第一个 就是欧拉公式 给我们了 P-Q加F等于2 第二个 那欧拉定理里边的 那个握手定理里边的 这个公式 马上也能出来吧 什么意思 我们就看了这个图 刚才这个图来看 握手定理给他用一下 多少 一个面 所有的顶点的度 是吧 这和 就是二倍的Q 那我们就想到 P乘上什么 乘上顶点的度 是吧 P乘上一个 咱就对着这个图来说 这是多少 P一个顶点 每个顶点的度是几 3P等于啥 2Q 所以将来有的时候 总结规律的时候 对着一个实例来总结 然后再做扩展 第三个 就是平面图里边 我们更关注的 这个新的特征 叫做面 面是由若干条边组成的 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图 每个面有几条边 每个面都是三条边 好了那就是3B的F个面 3B的F 等于啥呀 看它能等于啥呀 这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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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边这还有三个 等于多少 等于边数吗 还是边数乘起2 这个要注意啥呢 注意这个地方 那个2层哪来的 每一条边 一定参与到两个面当中去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在描述 一个面有几条边组成的时候 一条边参与两个面 你就记住这个特征 这些柿子 这些柿子 你都可以慢慢往列 就不要去背 这个特征你就记住 你看这里边没有太多 一个面就是一个圈 圈就有个长度 是吧 这一个面 这一条边参与两个面 你看这些信息都记住 好了 这几个一记 我们就马上得到了一批 我们在书上 管它叫推论 这个推论是指欧拉公式的推论 第一个推论呢 就是说 假设我都不说了 G等于VE是个PQ图 咱在这写 G等于VE 这是PQ图 有F个面 这一堆推论里边 我们都用这几个记号 那第一个推论是说 每一个面由N条边组成 每个面由N条边组成 马上哪个式子开始用了 它的结论是这么的 它说Q就等于 N乘上P-2 除以N-2 就这么的 一看这个式子 这不就是P和Q之间的 一个关系吗 怎么推这个 P和Q之间的关系 把这个F带掉 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而这个F怎么带呢 N乘F等于2Q 每个面有N条边 N乘F等于2Q 那F就等于N分之2Q N分之2Q往这里一放 就是这个式子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推论 那么这个推论的话 由这个推论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来讨论 就对着这个例子 讨论得到第二个推论 记得每个面都是三角形 这个是不是 都是三角形 一说这都是三角形 这个时候呢 结论先给你 Q就等于3P减6 但是这样是这个平面图呢 咱在这给它一个 你容易记住的 将来呢 你在做题的时候 你利用你记住的这个结论 可以帮助你做题 这叫最大平面图 这个时候应该是敢叫最大的 因为啥呢 平面图里边 怎么叫最大平面呢 是形容平面这两个字 就相当于这个图里边 再加边就不是平面图了 哪怕加一条边 就都不是平面图了 所以管它叫最大平面图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的这个Q等于3P减6 就是我们后边的一个推论 说的任何一个连通的PQ图 它的这个Q啊 都小于等于3P减6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再看一个第三个推论 每个面 是四边形 每个面是四边形的话呢 就这里边N换成400 那就是Q等于多少 这式子你也不用那啥 你就自己回去推就行 等于2P减4 当然接下来的这第四个推论 就直接可以写出来了 第四个推论是啥 刚才说了 就是二P减4 二P减4 这个是四边形的 这种变数就最多了 所以就是Q就小于等于2P减4 然后这个催乱就直接 G是平面图 不考虑了 不考虑它的面有多少了 那Q就小于等于3P-6 刚才说了 它最大了 最大的就是任意的平面图 这个就是边的上线 这个是没有三角形 没有三角形的图 也不能说它是不是偶图 只能说没有三角形的时候 平面图来说 2P-4就是边数最多了 这样我们得到两个上级 下一个推论 也是对于我们判定一个图 是不是平面图 至关重要的 说这个图 不是平面图 刚才是不是画过 但是说这个图不是平面图 我们现在是以推论的形式给出来 是用啥来推它 用欧拉公式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又让我们对于理论产生敬重和重视 好 我要你说 这个图不可平面 那你去说去吧 是吧 去展开分析去吧 是吧 虽然只有五个顶点 那你要分析半天 但是呢 根据欧拉公式 你看看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公式 P等于几啊 5 Q等于几啊 10 是吧 然后这里边呢 你就可以抽出F来了 F等于几啊 2P 就是P-Q加F等于2 是吧 那就是7 F1等于7 只要是个面 就至少有三条边吧 那 2B的Q 所有的 等于多少 20 它得大于等于 3B的7吧 它得大于等于3B的F啊 20大于等于21 这肯定不成立吧 所以你看 就利用 所以欧拉 别看了 它只是给那么一公式 它是找到了平面图的根本特征 利用这个根本特征 使得我们你看 在研究具体图的时候 轻而易举 所以理论的这种 对 就是理论成果呀 被认可 就像你们现在 我们学计算机的 理论成果少 是吧 那你要提出一种理论性的成果 对于后边的许多生产之间 有指导作用 那你得到的认可 成就也大 那接下来的一个推论呢 K33也不是平面图 不能叫不是平面图 这个逻辑必须的 不是可平面图 是吧 那我简单的写的话 就是不可平面 那K33这个推论 我俩做这个都不做了 是不是它俩硬不一样 P1等于6 P1等于6 Q等于9 9 Q等于多少 每一个是多少 9是吧 那好了 那马上等于9 那马上得到F等于 是吧 也带这个式的 它们不带了 你自己回去带一下就行了 这是这个 K33 也不可平面 最后我们还有 有个什么推论呢 后边我们正着色问题的时候 这个特征呢 帮助我们证明五色定理 也就是说 假设G是一个平面图 那么就存在了一个V 属于大V V的度数呢 比5小 这个好不好证啊 在这边一看 也是反证是吧 假设它的度数 没有一个 小于等于5的 就怎么的 每一个的度数都怎么的 都大于等于6了 每一个都大于等于6了 那就是多少 度数总和 是不是就是6P了 那就是2Q再怎么的 是不是就得 大于等于6P了 而我们刚对平面图的 一个边数 对多少是多少 这里边就说 Q大于等于3P 你这个Q是 小于等于3P-6 你这当然就不成立了 所以一定会存在的 一个顶点 它的度数 小于等于5 你看这个顶点 刚才说了 为什么重要呢 我们染色 染色的时候 是希望用的颜色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的话呢 你说我总共 用5种颜色 就够了 好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 这个 至少有一个顶点 度比5还小 就拿着它来讨论 这都是 那么这个也是 根据欧拉公式 我们对平面图 得到了一个 它的性质的认识 还有了这个性质 你看对后边的 着色问题 还有指导 所以记住 我们学习的时候呢 都要学这个 叫做 图 以及图的性质 的性质